柯文哲在臺北市長任內的金華城 以及北市科案被指控涉嫌 突離 今天臺北地檢署 也首度以被告身份 傳喚前副市長 馮震生道案說明 訊後將他請回 預令限制出境出海以及住居 對此柯文哲沒有多做回應 而臺北市長蔣萬安 則重申 希望檢調儘快釐清事實 市府會全面配合調查 結束近三小時徵詢 原因前臺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走出北檢 面對媒體詢問指揮了揮手 不乏抑鬱 因為前臺北市長柯文哲 因金華城案北市科案 被控涉嫌突離 彭震生也以被告身份 被傳喚 訊後依涉犯 獨職等罪嫌 預令限制出境出海 並限制住居 柯文哲對此沒有多做回應 但在他臺北市長任內 金華城容機率從百分之五百六十 提高為百分之八百四十 還有百分之二十的自創容積獎勵 遭質疑突離異者 另外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T1718地上全標案 也被多位明代曝出 建租給星光集團等疑慮 北檢今年五月分 他自然調查 暗遊為貪污治罪條例 北市議會也成立 專案調查小組 目前已召開八次會議 二十號也計畫邀請彭震生 檢察官的約談應該是越來越接近核心 彭震生如果這些事情是他負責的 那他當然要負起絕對的責任 但如果不是他有在過程當中 是接到長官的脅迫 那他就必須要講出來 才能夠在司法上面還自己一個清白 對於前市府爭議 台北市長蔣萬安則重申 希望檢調儘快 離清事實調查真相 市府會全面配合 勿往勿縱 這篇四期文台報導